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經想完第二次年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好聽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今天是9月1號 然後 我們現在要去學校的語言中心 今天早上 9點 有事情 但我不確定是要幹嘛 然後我整個好忙 就是今天我8點就起床了 平常 自然醒的話是9點半 我就整個 不知道我在幹嘛 嗨大家 你們現在應該可以看到 我已經回房間了 去學校就只是 跟我們講一些註冊的手續 然後你要交什麼費用啊 你要拿什麼東西才可以拿到你的學生證 就這樣 然後 我等一下應該要去弄點東西吃 下午再出去走走 對 今天天氣超好的 今天來掛浴巴 超大的購物中心 好 他還賣這種空的裸殼 然後旁邊有裸肉 可以讓你把它夾進去 這邊還有滿滿的各種的罐頭乾醬類 壓乾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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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不管哪一個大賣場 都會有滿滿的紅酒 而且都不貴 你們看 就是大概才六歐 在台幣三四百塊一瓶一口酒這樣 還有這種小瓶的 很便宜欸 起司拼盤 就是滿滿的起司 這個神奇的蔬菜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料理欸 超酷的 橘色跟紫色的花椰菜 超賣 我最愛 還有我討厭的醜飯 還有小漢堡 超可愛 給你們當比例池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今天要來做馬鈴薯燉粥 我剛剛把馬鈴薯燉紅蘿蔔加下去了 就讓它再煮一下 我的馬鈴薯燉肉 然後我剛剛還加了一點美生菜 因為我覺得要吃點青菜才比較健康 然後我煮得有點多 所以我會分成兩頓吃 耶 我要來 試試看味道 Oh my god Oh my god 啊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 7塊牛肉有沒有燉大 好好吃喔 嗯 嗯 嗯 天啊 好好吃喔 然後 所以我今天去買的全麥麵包 它有點 放到硬掉 它就可以 丟到湯裡面去 漂亮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很好吃喔 喔 omg es 要變拍我自己的主意喔 嗯 是飯後天杯的時間 這個杯子是我前天去市區逛街的時候 看到一間很像大創的店去裡面買的這個杯子 然後我一看就想到它可以拿來當優格杯 我一看到它就知道它是拿來當優格杯的 然後我剛剛就加了 加了草莓 這邊的草莓超便宜 我那天買一大盒才3歐8 超便宜 然後藍莓也很便宜我買一大盒 就大概那麼大一盒也才2歐而已 超讚的 然後就把它拿來配優格 在法國之後吃飯好像 吃完飯之後都需要配一個甜點 完蛋了吃到胖死了 那 就用甜點來結束今天完美的一天吧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要去看Soul Hemi教堂的一個夜間燈光秀 然後我剛剛超笨的我們居然搭錯公車 沒有搭錯公車我們搭過站了 所以我們要再走回去 好笨喔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但是Soul Hemi就在我們面前了 我們現在在等待它等一下要開始燈光秀 好 好 好 要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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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们现在看完 刚刚看完 那个Songhammy的真光秀了 超漂亮的 你的心得是什么 很漂亮 我覺得 我覺得它超級壯觀的 明天再來看 對 我們明天還要再來看 因為這是當下在看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屏襲以待 就整個就超安靜 超安靜 真的超好看的 真的是 在要回去的路上 我們要走 20分鐘的路 加油 嗨大家 我要跟你們分享 我今天一整天遇到的事情 就是呢 下午的時候我準備要出門 因為我想要去買一雙球鞋 因為我來法國的時候 我忘記把我的球鞋帶來 然後我又很想要在這邊跑步 所以我就打算出門 要去買球鞋 結果我出門的時候要帶項鍊的時候 就發現我的項鍊大結了 我就在那邊解解解半天 解超久 後來我就放棄 我就沒有帶那個項鍊出門 我就換了另外一個項鍊 然後我也順利出門 結果出門的時候 我到球鞋店 我正在挑球鞋的時候 我才剛拿起第一雙球鞋 我才剛拿起第一雙球鞋 旁邊的店員在整理模特兒 就把模特兒旁邊的玻璃直接弄碎 然後 玻璃鐺睡之後 它是直接噴溅到到處都是 甚至還噴到我的腳邊 還好我 就是完全沒有事 就只有 就是旁邊腳邊有玻璃鐺 身上沒有噴到我 那就算了 然後我 買完鞋的出來之後 就遇到 罷工 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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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扯 因為現在在法國需要健康通行證才能出入公共場所 像什麼 去餐廳內用都要健康通行證 然後他們就在抗議這件事情 就整個超多人在抗議 然後他們就拿著國旗啊 標語這樣子 整個就是一整天非常戲劇化 所以我決定今天不要再出門了 我要回宿舍了 現在來看聖母院的燈光秀 錄得到嗎 看一看的到蠻多人的 他現在燈都暗了耶 對 好 也是 Ski 聖母院的燈光秀跟松黑米教堂的燈光秀完全是不同的level 你們知道聖母院的燈光秀整個就是更好看 然後更精彩而且更壯觀 真的超值得去看一次 就是在那個當下你會很享受那個燈光秀的過程 真的超讚的 所以我打算在之後的Sauce Speciale的時候 我要再去看一次 因為真的太好看了 這時候我也會講 歡迎收看這次 再次翻查 C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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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超怕 希望我不會發燒太久 等一下要去採購食物 除非這幾天的糧食 因為怕我不會發燒 不能出去或自己煮飯 今天想要來做 鷹嘴豆蔬菜湯 就昨天在網路上看到 有人在做鷹嘴豆的料理 那我就突然很想吃鷹嘴豆 所以我今天就去買了這個鷹嘴豆 先丟紅蘿蔔番茄跟花椰菜心 因為這三個東西我想要把它煮得爛一點 然後再丟馬鈴薯 再加一點點的鷹嘴豆 我加了大概三個之一罐 說之前再放小黃瓜 然後再讓它裹一下就完成啦 這次的蔬菜湯裡面加了 加了鷹嘴豆 我覺得鷹嘴豆蠻好吃的耶 就是吃起來很像蓮子 然後我這次煮比較多 因為我想說過兩天可能會發燒 就可以熱這個湯匙